Google的相关应用 其实Google相关应用 对我来说 其实不只是在工作上面用的很方便 其实在生活里面也当然是非常好用 就我刚刚讲过有关那个Google地图 Google的相片 云端硬碟 甚至是那个YouTube 或者是说相关的翻译 其实现在Google的那个翻译 除了云端的版本之外 其实还有手机APP的版本 而且可以做到即时翻译 比如说你到国外 假如说你比如说你去日本好了 你假设不太知道怎么跟对方沟通 你可以把那个APP里面的那个即时功能打开 你可以让他讲 他马上可以翻译成中文 你在讲马上翻译成日文 已经有这个功能了 Google翻译报告根本也用过这个功能 即时翻译功能 另外的话 我是觉得Google翻译的这个功能 里面还有一个还蛮值得一提的功能 就是说他还有一个 比如说你今天看那个 比如说到日本好了 他有个那个menu给你 可是上面都日文嘛 你看不懂怎么办 Google翻译的APP 里面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你可以照相 他可以马上出现那个 可以让你刷 可以刷一下之后的话 他马上辨识 他有一个所谓的 有点像辨识系统 马上帮你把你拍的 上面的那个东西 你看不懂的文字 自动帮你马上翻译 所以这些功能我想都非常的棒 那其实呢 记于那个上次我跟各位讲过说 我们我在几年前 第一次跟我老婆也出国 那我就很放心的把我自己交给他 结果一出了那个海关之后发现 还是要靠自己比较实在 所以后来我发现 真的有些东西 真的就是不能靠别人 因为我想说他买了书嘛 而且他做了蛮多功课 但是我发现 他好像只是看书 纯粹只是书上的知识 但是很多地方都是突发状况的 那你基本上不知道说 自己该怎么走下一步 所以那时候的话 我就开始习惯上 就会非常习惯用我的手机上面的版本 其中有一个叫Google地图 用的非常的 算是频率非常高 而且从那时候开始 其实因为可能也到了日本一次之后 发现其实还蛮好玩的 于是这个中间我也去了日本 到目前为止大概去了 大概20次左右吧 那中间的话其实有几次呢 我就把它写成那个部落格文 然后呢分享在网路上面 所以今天的话也许 可能也会出个作业给各位 请各位利用那个云端跟APP 就是写一篇邮寄 那这个邮寄里面的话 主要不是只是像以前那种旅游文学 就是那么文学性的 还要稍微介绍一下 你用那个用科技 怎么达到旅行的目的的重点 重点不是只有文学 像以前文学是写的很浪漫 像那个徐志摩的在别康桥 他写的都哇 感觉那边很美但是完全跟科技沾不上边 但是我们现在要其实就是 我要如何利用科技 帮我完成一个很顺畅的旅程 所以这边的话我跟各位介绍一下 那其实我有一些 比较有代表性的那个部落格文 我有把它放在哪里呢 放在我们的云端上 所以记得我们这个上课的云端就gg.gg 斜线 记得还记得那个我们网址吧 cloud 因为我们课程是云端 cloud to App 所以这还蛮好记得 进到里面的话这个就是我们的云端 所以以后呢相关的东西都放在这边 那我基本上规划了大概四个主要的大单元 就是云端应用跟YouTube的使用还有建立频道 另外的话还有App的应用 不过我觉得这两个一跟三可以把它合并 那再来就是这个手机的App设计 大概分这几个单元 那上个礼拜我们主要是云端结合App 感觉好像云端App似乎是没有办法把它一刀切 那我这边的话就放了一个叫 那个云端的旅游的相关案例 那我大概这边的话有点 就是分享给各位 当然首先的话 这边有稍微记录 从那个2018年 2018年 不过这个也是最近的 去年的事情 但之前还有好几次 到日本的话 甚至到北海道我没有写 然后还有到几个地方 那其中的话呢 当然以这一次 这个是去年的1月份 那个时候其实我比较心动的是说 我想要去那边搭新干线 因为我从来没搭过那边新干线 然后刚刚我看到有一个套票 它可以新干线可以吃到饱的 所以那时候觉得这个新干线吃到 而且七天可以吃到饱 那我就不担心了 反正坐错车再坐回来就好了 于是我就买了那个票 然后呢我也买了飞机票 也订了住宿 所以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那稍微说明一下 大家分享一下 那这个是我在去年的1月 去年的1月17号 去了一趟那个 那当然我去的机场是那个关西 所以从关西然后要到钢山 所以我就坐坐那个那个车 那新干线直接就坐到那个 里面的话大概有这些啦 主要第一次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第一次 比如说第一次怎么订机票 那刚开始当然早期是配 就是请那个旅行社代劳 我后来发现很多东西 其实还是要自己来 那那个时候其实我不知道怎么订票 而且订票有一个部分就是 什么时间最好 然后呢还有可能牵涉到一个问题 那个价钱的问题 那我怎么知道说 怎么样订票是最最简单的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提供各位有一个 如果说将来各位要订票的话 至少你要知道两个网站吧 不知道各位没用过一个叫什么 也是Google的 Google里面有一个叫什么 Flights 它有一个叫做 应该说 Ig Flights 还是Flights 好像它叫Flights还是什么 Flights 这个我看一下 Flights 对对多一个L Flights 对它有一个Flights 那这个网站的话 或者你找一下那个Google 空一个机票也可以 它里面的话 它里面的话就是可以让你怎么样 可以让你查询就是说 比如说我今天从台湾台北 或者这个桃园机场 那你想要去哪里呢 比如说你想要飞哪里呢 选一个吧 新加坡 新加坡 它下面有啊 大阪 假设非大阪好了 那大阪 比如说我的时间是哪一天到哪一天 当然你可以自己去去调整搜寻一下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自动帮你把那个所有出发时间 比如说我3月29有时间到4月28有时间 那这个时间点 它的机票是情况是多少 另外我是觉得它有一个还蛮棒的功能 就是说它可以让你追踪那个票价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这个地方有勾选的话 并且你有登录你的Google账号 它随时会寄那个通知给你 告诉你说哪个时间点出发是最好的 所以也许我这边可以把它打开 它随时都会告诉 另外的话呢 像这个它是个列表模式 我记得这边好像有一个像那个按照日期 你可以怎么样 每一个时间的对照表 另外的话呢 你也可以什么 价格趋势 像这个还蛮好的 比如说像我买习惯 就是说哪一个时间出发 像你会发现这个时间 这个地方越低的越好 比如说这个时间出发的话 是最便宜的 4000多块 OK 哪个时间回来 找一下某个时间 我感觉好像这个不能离太久 这个时间 4天5天 不过其实 那个 一般航空公司其实也蛮聪明的 就是它知道说你会这样跳 所以它知道说你最多不会 应该 它就跟你 它有个演算法吧 就让你 没办法买到 可能去便宜回来变贵 很难说去跟回来都便宜的 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还蛮花时间 除了这个 Google的Flights 这个之外 另外我还蛮常用到 叫什么 Scan Scan Sky Scan Sky Scan Sky 天空 对 Scan Sky Scan Scan 这个 这个的话 其实用的比较多 比如说也是一样 哪一个地方到哪一个地方 假设好一样要去 去大阪好了 现在大阪 最近好像又有一些套票 蛮划算的 把它搜寻一下 那我还蛮喜欢它这个功能 就是说它有一个也是列表 列表的话你可以把整个月 整个月这边用图表的方式 显示出来 一样 去哪一天 去哪一天最便宜 去3月20 20最便宜 回来哪一天最便宜 20 然后27 27 刚好 8天 还不错 那你可以看一下 显示航班 6800多块 就可以往返 那个大阪 OK 利用这样的方式 可以找一下 OK 一定都连航的 那另外的话 你还可以挑什么 挑时间 比如说 你想要早去 晚回的话 你可以比如说早上 早一点出发 晚上 晚到凌晨再回来 这样的话 时间都没有浪费掉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好处是 可以自己 随时的去 查询航班 所以第一点 如果说你今天 假如说 要针对 旅游部分 去了解 像那个 查询 机票部分的话 我刚介绍两个网站 一个是Google Flight 一个是Sky Scanner 这部分的话 各位可以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找到之外 而且你要再提前到 你不是说两个小 你要再 而且要出门 像我们 从我们家到机场 还要开车 开是四五十分钟 四五十分钟 然后我们还要到机场附近 像我是开车道附近 的停车场 外围停车场 他正面用接驳车 载我们到机场 所以可能还有一个小时 也就是说 我们六点的飞机的话 我们可能三点 就要出门了 三点根本不用睡觉了 所以我老婆跟我讲说 那最好是中午的时间 比如说我们 所以这一次 我就订了十二点 好像是四十五的飞机吧 十二点四十五的飞机 然后呢 我们大概就是提前 如果四个小时八点多出发就可以 八点多 然后很悠哉的就到机场 然后在那边等 慢慢等没有关系 不过 因为也是费用的问题 我想说如果要搭 不是连行的话 可能会有double的价钱 所以我就订这个 我那时候也随便想说 价钱 结薪我也没做过 我想说订订看 那时候好像订了 现在没多少钱 大概三四千块 我记得去 回来好像也是三四千块 其实大概基本的行情费用 我们那个时候就订了几天 总共刚好就去玩七天 因为那个 去订的那个JR PASS 那个PASS吃到饱 刚好也是七天 就是七天内 你怎么搭JR的所有的 JR 日本的那个铁路 做新干线 或者做当地的铁路 所以有一切七天 就是吃到饱 然后费用大概 我记得一个 大概五千块吧 台币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 飞机票 然后再加上 那个交通 就是铁路嘛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想说做 可以坐新干线 也可以坐一般的 区间车嘛 那谁要坐七间车 想也知道 一定要新干线 坐到饱了 所以我们就是 每天就是一直 在坐新干线 那新干线的好处 就是座位实在太舒服了 一上车开始睡觉休息 一下车就赶快玩 玩一玩 玩得很累 一上车又睡觉 然后我们习惯上就是 会到 比如说前一天 可能会到他们当地超市 然后去逛 然后采买很多东西 一上车 就可以吃点东西 还可以准备下午茶 准备吃的喝的 一上车就可以 就是休息 这样的话 其实玩得也蛮愉快的 那时候的话呢 大概玩了几个地方 还有再来就是说 有关饭店的部分 其实现在 因为有一些网路的 这个订房的服务 所以你会发现 很多东西变简单了 以前可能习惯上 打电话去问 但是有时候语言不通 怎么办 现在不用担心 你可以像我的习惯 是用agoda 跟那个hotel.com OK 两个的话 其实网路上订一订 但是尽量 不要订 用这个去订民宿 或者订那种 比较小的饭店 因为出状况的几率 非常高 因为民宿 它毕竟 其实不是那么成熟 可能也许 它一个房间 已经订给别人 但是它网路上又卖了 再怎么办 那就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是那种连锁的 像我们都 都住那个像 比较有名的像 什么INI 东恒INI 或者是说 住那个什么 好几家都连锁的 反正你看得到的 车站一出来 看到那个最大的 我们就住那个 那大概 我们的 我的预算 一天一个晚上 大概也不要太贵 因为我们不是那种 很奢侈的旅行 所以一个晚上 大概2000块上下 我就可以接受了 所以就找一找 然后最好 我们的习惯是这样 最好是 第一个 离车站越近越好 最好是走路三分钟 不过很难 大概都要走个五六分钟 第二个的话呢 最好旁边要有超市 因为有超市的话 我们比如说 我们想要买一点 吃的喝的都很方便 后来就找了几个地方 找了那个 有一家还蛮 旁边有那个 IOM的那个 mall 然后还有超市 那在网路上 找到有一家 那个叫什么 那个APPA 这个APPA 其实在日本 其实连锁店非常多 到处都是 我们就住了钢山店 那甚至呢 我还特别用Google地图 查了一下 而且呢 甚至我还不止这样 我还用那个街景 先走走看 所以我到现场 我真感觉好像我曾经来过 因为街景 我老婆说 你怎么这么熟 你来过吗 我没有 我用街景看过了 我还看一下 怎么走 然后遇到巷子 要从巷子走比较快 我都已经做好功课了 所以到现场的话呢 就没什么问题 那我订的价钱 这边我也有啦 然后另外的话 交通的费用 因为在日本 其实新干线 非常的昂贵 所以呢 我又把那个 我所有的清单 也列出来 用ESale 就 如果说我 没有买那个JR Pass的话 我们一个人大概 做的那个交通费用 大概三万五千块台币 可是我们其实 花大概五千块 所以那一张JR Pass 真的太划算了 而且我有把每个 做的那个班次等等的 都把它列出来 那就这一张 大概差不多五千块左右 而且有把它做一些拍照 OK 甚至怎么做 这边都有 另外的话呢 我有介绍一些 我使用APP 哪一些APP 当然最重要是Google地图 所以其实 如果你到国外 像日本 我发现用Google地图 就已经非常够了 主要 所以如果你熟悉 Google地图 其实你去玩 日本应该就够用了 但是 会有一个地方 可能要注意一下 不知道 因为我本来是想 刚刚本来是想说 秀一下那个 我Google地图 上面的东西 但是发现 连线有问题就算了 请各位注意一下 Google地图 有一个非常重要 尤其是 你们在那个地铁底下 那地铁底下 你根本 Google地图 那个时候都失效了 因为它找不到 那个你到底在哪里 可是Google地图上面 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特别注意 它在 你使用Google地图之后 旁边会有一个 好像 有点像是一个扇形的东西 扇子 一个圈圈 你现在所在的位置 然后旁边会有一个 好像 呈现那个 往外的一个扇形的东西 那个扇形的东西 其实就是你现在的方向 也就是东南西北 那个非常重要 如果你知道 东南西北之后的话 我帮各位打开 有个好像扇形往外 那个呢 如果是 前提是正确的话 那你只要往那个方向走 绝对都不会走错路 我用那个东西 在日本地下铁 尤其受用 不知道各位没有 但是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那个扇形 你要先校对一下 因为那个可能 可能会是不精确的 也就是东西南北 是相反的 要怎么校对 特别注意 不知道各位 你把那个Google地图 打开来 对不对 然后中间会有一个 它会出现有一个圈圈 我看一下我这边 有没有Google地图的画面 类似像什么 这边都没有 没有 算了 好 那你可以看到 你Google地图中间 会有个圈圈 那圈圈的话呢 你就直接点那个 你现在的位置的时候 它会出现有个扇形 那你要记得校对一下 那怎么校对 很简单 你就把那个中间的圈圈 把它点一下 它就跳出 那个什么呢 点一下那个圈圈之后的话 这边就有个所谓的什么 一个画面叫什么 就是在它的 你的手机APP的 左下角 会有一个什么呢 校正你的指南针 如果你校正指南针之后 它会叫你什么 手要这样转来转去 要转三次 有没有 要转三次 那你转完之后 你那个方向就会是正确的 那你只要正确的话 以后你只要用Google地图 你用Google地图上面 你只要移动 你就知道你方向对还是错 这一招非常管用 尤其可以确保你的方向正确 你就不会迷路了 OK 所以基本上 你们应该可以看到 校正指南针 那你就要让它 校正到正确的方向之后的话 应该基本上就OK了 那里面的话 我们跑了蛮多地方的 像那个 我觉得最漂亮应该是像美 仓夫那边的那个一些景 其实都还蛮值得去的 像去的那个 像这个是什么 基路城 我们也是 像那个广岛等等的 那一个时候也遇到那个下雪 OK 这部分的话 还有道燕跟城 我当然也有拍一些影片 顺便把它加上去 其他的话 我有加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哪一天 几点几分到达 坐什么车 花多少钱 其实一些清单 这边都非常的清楚 另外的话呢 这七天的行程 我会把它打成第一天 到哪里 第二天 第三 第四 第六 最后结论 这边写一下 所以这一天 这个部分的话 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这里的话 我是希望就是说 请各位做一个 等于是也是类似的作业 这个作业的内容 基本上就是 请各位利用云端上面的包含 刚刚提过的 就是Google地图 再加上可能Google的相簿吧 Google相簿 这是我的相簿 然后呢 做出类似一个旅游方面的记录 OK 画面我先还给各位一下 比如说我取另外一天 其实在那个 这边有蛮多篇的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自己再看 然后其中我讲一个 最近 最近一次 我去哪里 2018年去 去那个日本东北 因为突发奇想 那个去年底的时候 突然想说 要不要去日本看学 刚好12月分那段时间 刚好有一个空档 想说 找我老婆 要不要去日本看个学 突然想到 然后呢 刚好查了一下 那时候的航班资讯的价钱 其实还蛮划算的 没错 其实算起来不会太贵 于是呢 我就规划 要不要出发 然后就说走就走 不过忘记 那几天好像还有课 于是就跟 跟大家说抱歉 可能要请假 然后就去了 没有啦 我不是说 所以那时候就是规划一下相关行程 里面的话大概就这样 就是会有几个 第一天的话呢 我们就是先飞到那边 里面的话 其实我写到 其实那个旅游 有时候不是只是玩乐 真的有时候是体验 因为你真的是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 真的以前 曾经 看过很多人 想到有关于雪 比如说踏雪寻梅 雪 很多相关的 那个文章 但是问题 你根本 没有玩到那个现场去玩过 你根本无法体会 所以就突然之间想说 是不是能够花一点时间 到雪地里面去了解一下行程 那于是的话 很多时候是不断的第一次经验 其实真的要学很多 像订机票 看起来其实没什么 可是很花时间 因为你要订一个好的旅程 时间点很重要 还有价钱也很重要 因为如果订的太贵 真的花不下去 那怎么办呢 花时间 第二个的话呢 要订房 可是要怎么订房是最好 而且要订的位置要对 所以我可能要看很 就Google地图 其实帮了很多忙 为什么 因为你怎么知道 我订的那个地理位置 离车站是最近的 然后你要去看 那第二个订的价钱 还有呢 还有一点就是说 那个到底你订的那个房间 是不是评价很好的 我觉得蛮重要的 你要去看评论 很花时间的 每一个评论都要去看过 确定说每一个房间 都是OK的 所以你要先订机票 所以一般习惯 我是先把机票先订好 再来的话呢 再去订房 订房的位置 可能要 还有一点就是说 到底要不要一次就把 比如说我们假设去七天 是不是七天都住同一个饭店 那有个问题就是 如果你去的位置 就是距离蛮远的话 你可能就是去又要回来 去又要回来 如果说你如果要订好几个 不同的饭店 你又要担心说你要拖着行李 然后要再到那个地方 要check in 要check in 所以最后我发现 折中大概订两间饭店 前面一个后面一个差不多 所以我就订 再来的话订那个车票 你要怎么时间 怎么知道什么时间 有那个车 什么时候到那边刚好 可以接得上是最好的 不然的话你要等车 其实很累 当然这些都花我非常多时间 我发现比我平常准备上课的时间 还多很多 所以很多时候 可能 不过有时候 真的上课还没出去玩 那么认真 出去玩的话 你会非常的用心 去规划每一个行程 而且有的时候 还怕说有些地方不太了解 还会 不过收益最大的我觉得 还是看YouTube上面的YouTuber 他们有些人已经去过了 会拍影片 然后会分享 到底那边好不好玩 他们有些评论 我会稍微先看一下 确定说那个地方是OK的 再确定要不要去 我这边有写个动机 动机是为什么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去看学 那本来是想去冲绳 不过后来想说 冬天去冲绳干嘛 对因为冲绳比较适合是夏天去 然后呢 对其实还蛮像的 去那边人也蛮像的 那那个雪景 其实美到不行 看那个上 就是YouTube拍的话 大概是不去都不行 那即上次去赏阴 所以突然想说要去赏雪 然后另外的话 曾经去过北海道 可是没有去过韩馆 然后想去韩馆看夜景 因为韩馆是听说百万夜景 我去了之后才知道 好像都是一个行销的手法 那另外的话呢 刚好有一张 那个JR的PASS 刚好是那个周游券 可以满足我大部分的需求 所以我就订票了 订票的话 我选择那个乐陶 乐陶还不错 我觉得位置还蛮好的 然后呢 大概两个人加起来 一个人大概八千块上下 OK 那个 不过会稍微贵一点点是因为 我有选位置 因为我不太喜欢 那个联航的位置太小了 所以呢 我就有花钱去选位置 那选位置好像一个人 要多花个三百多块 把我忘记了 不过我觉得是值得的 然后饭店的话呢 这个时候就订也是 那个仙台附近 然后因为要到圣刚车站 所以也订了那个东恒安 你们到日本车站附近 应该都会看到这个东恒安安安 那我想说东恒安安安 还不错 常常住 所以呢 到那边那个柜台问我说 要不要办一张会员卡 然后我就问他 要不要会员费 他说要 要日币一千五 想一想 好吧 就直接干脆给他办 我就办一张 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用到 一千五 不知道会不会回本 后面的话就是 那个 因为我老婆 她有说到 她希望呢 第一个能够距离车站近 第二个是饭店里面 如果有温泉是最好的 我还早 早半天 最后真的有找到 这个 这家饭店还不错 而且新开的 刚好在车站旁边 而且有温泉 然后于是的话 我们就开始 那我就先用Google地图查好那个时间 其实Google地图我刚刚讲 在日本应该也足够 因为JR好像跟Google地图两边的资讯是相当连接的非常好 所以时刻表你根本不用特别去JR的网站上查 Google地图查到的其实都已经相当精确 那我们我就先把隔一天的行程先把它写下来 然后呢再到那个车站先跟他用破破的英文 跟那个 不过他也听不太懂 我算了 把他用笔的 知道给他看 他也看懂汉字 那就OK 然后就开始一天我们的行程 另外这边是Google地图里面看到的 其实Google地图里面 它最大的优点就是 它会帮你记录你的相关的 那个有没有 每个行程 它都帮你 只要你到的地方 你只要有GPS的话 它都帮你画下来 你的时间轴 回头的话 看一下 其实都蛮清楚的 从哪边到哪边 然后呢 花多少时间 我也把它拍一些照片 这里的话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每天每天的行程 不过 这个我成 我去了几天 去了六天吧 不过我大概只有写第一天 第二天第三天后来没写 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 那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请各位 试着 打开你的Google地图 然后呢 想想看 最近有没有 我想如果你假日有时间的话 请各位利用Google地图 和一些相关的APP 规划你的行程吧 然后并且把那个 你利用那个云端跟APP 规划好的行程 并且写一篇 简单的邮寄吧 那个邮寄部分 不是要叫你用想象的 或者是很浪漫的写法 请各位 主要的重点还是 请你把这个行程当中 你用到了 哪些 可能是Google的相关服务 记得把它照相下来 也是一样 之后 也是 就是要交一篇 简单的作业 重点就是 你把那个 你的记录下来 让我知道一下 好 你会用 然后 另外就是说呢 如果有一些 你的新的发现 比如说 有没有什么功能 可能我没提到 你觉得非常好 你也可以稍微提一下 好 那我们先下课休息 待会再来看 其他的部分 感谢观看